这种给狗治病的方式一般人绝对没见过 满屋子的医生不干别的 只是伸长了脖子一起学狗叫一起汪汪汪汪汪 这既经典又略带智障的画面 就出现在喜来勒治狗这一局当中 王太医听到喜来勒顺利出狱气不过 为了埋太喜来勒特意给喜来勒找了一个绝世美差 王太医先是在慈禧面前煽风点火 说喜来勒是乡土兽医出身专制马和骡子 正巧慈禧养的狗子富贵生病了 他便让王太医报信李莲英打头阵 去医孝堂给狗子富贵治病 王太医为了笑话喜来勒 故意带着太医院所有人来医孝堂看热闹 喜来勒见王太医来者不善本想推辞 可王太医匡骗喜来勒说是给老佛爷身边的富贵大人看病 喜来勒不敢违抗太后口谕 使得硬着头皮接下这个苦差事 可喜来勒万万没想到 这富贵大人竟然是一只哈巴狗 他的自尊心受到一万点暴击 话语中也透露出不满 喜来勒的这个反应可急坏了得福 你说出大天来的不还是条狗啊 喜来勒 这富贵可是西太后老夫爷的心肝啊 让你给他瞧病是老夫爷的旨意 难道你敢抗止不尊吗 瞧出来没 他们是算计好了 就是来看你那笑话来了 虽说给狗看病对于喜来勒来说是种天大的侮辱 可这毕竟是慈禧的爱狗 抗治不一的话很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 当然这一点喜来勒其实比谁都清楚 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 喜来勒只得先把门面尊严放到了一边 他一口答应给富贵治病 但是他不想让王太医的小人奸计得逞 于是想出了一招借狗踩人 不得不说喜来勒的演技实在是很逼真 喜来勒先是装模作样给狗把脉 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喜来勒的话让众人哄堂大笑 喜来勒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富贵也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 所以富贵不仅会怀春还会伤春 没想到这句话让李连英直呼神医内行 原来半个月前富贵和一只公狗一起玩耍 没想到公狗突然暴毙 从那以后富贵就不吃不喝生病了 李连英认为喜来勒医术很高明 一眼就瞧出了癥结 他不禁询问喜来勒如何给富贵治病 喜来勒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让在场医生学狗教的主意 李连英立刻命令所有的太医 按照喜来勒说的做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喜怒完了太医 狗子富贵竟然也奇迹般的恢复了 这可乐坏了李连英 富贵大人开口了 成了 富贵开口了 终于开口了 郑小阳 老夫爷肯定高兴 我会想一定向老夫爷报喜 喜来勒 你是偷工啊 李连英名是喜来勒 此喜会重重有赏 如今可以预见喜来勒前途一片光明 喜来勒名利双收 引来了王太医的不满 这次官场斗法最终 以喜来勒的大祸全胜而告终 王太医阴阳怪气地讥讽喜来勒 喜来勒 喜来勒冷冷一笑反驳王太医 如果不是王太医 先把他当成兽医 也不至于落得这副田地 喜来勒这句话让王太医 牙口无言 他恶狠狠地瞪了喜来勒一眼 留下了一句走着乔 就气呼呼地离开了一笑堂 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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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你给乔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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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这是不是 这是哪些呀 没事 你干嘛呢 鸡鸡鸡鸡的 快看这群急不可耐的后宫妃子 他们现在不是急着去伺候皇帝 而是祖团去建一个穷酸老郎中 别说是这群妃子了 就连慈禧太后都败倒在老郎中的魅力之下 这个郎中不是别人 正是喜来勒 话说喜来勒治好了慈禧太后的爱狗富贵之后 慈禧对喜来勒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但因为王太医从中阻拦 慈禧迟迟没见到喜来勒 某天慈禧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以招喜来勒进宫解闷为由 让喜来勒和王太医当众表演一个现场问诊 两人需要用民间土方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和慢性病 如今考题有了 谁是学霸谁是学渣 疑问便知 哪只王太医耍心机提前做好了小钞 和李连英串通一气 咱们是老交情了 怎么着我也不能让那个土郎中在老佛爷面前压过您去呀 所以我急着来给您送个馅儿 也好让您有个准备呀 李总管拜托您给打听打听 明天老佛爷有什么说的 想要问什么病的民间土方 所以第二天现场问诊的时候 王太医妙方频出 再加上李连英在一旁大肆吹捧 场面上完全压过了喜来勒 我这有更省事儿了 就是用炒菜的木耳再加上一味药材木贼 把它们和到一起严成木耳 一天喝三回 保证没几天就好了 还有用蒙蜜花十朵 拿白糖水煮了喝 也专制迎风流泪 师傅快把您那方的念出来 还有用干姜洗心 干草和熊黄四味药 眼看王太医摇身一变 偏方达人和中医老学霸 备受慈禧称赞 和以往的渣渣人设大相径庭 喜来勒和德福 大概猜出了其中的门道 他们双双沉默不语 就在王太医站进上风 洋洋得意的时候 这时反转来了 一些妃子太监听说神医进攻 连忙跑来现场咨询 场面一度有些控制不住 慈禧不阻止 反而任由他们七嘴八舌问来问去 这下王太医傻眼了 抄作业作弊 王太医在行 可是一遇到临场发挥 王太医就不行了 喜来勒师徒见状 暗自偷笑 这下该轮到他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的技术了 喜来勒 先是给出了一个偏方 化解了小太监的牙疼 小公公 你一里花椒 那个牙疼放哪儿 咬住了 使劲 还疼不疼了 然后又略使小技治好了打阁的小太监 回老佛爷的话 治阁爷最绝的招就是吓他一跳 一下他那阁爷就好了 刚才请老佛爷念那几个字 就是为了吓唬他 真的管用吗 刘大贵 快起来吧 谢谢老佛爷 怎么样啊 隔夜好了吗 咦 没有了 不打隔了 慈禧见状 心花怒放 对喜来勒的医术大加赞赏 并命人赏赐喜来勒 这一次医术斗法 又是以喜来勒胜出王太医拉跨作为结局 喜来勒经历了一连串斗法之后 不禁名声大噪 可喜来勒自己还浑然不知 有一天他带着德福去街上买鞋 走到老字号内联声门前却被拦了下来 伙计对喜来勒万分周到和殷勤 喜来勒这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已经成为了内联声的金卡VIP会员 享受私人定制送货上门等高级服务 此时春风得意的喜来勒竟然和朝中大臣王侯将相一个待遇 大人 您为大清国受这么多委屈 让这两个小子在这胡言乱语 我看分明他们是反贼 拉出去杀了算 只因为多说了几句话 这个郎中就要被拉出去咔嚓了 也正是因为这几句话 这个郎中马上就要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 王爷府上的一等贵客 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喜来勒出名后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就连提督大人李鸿章都派人找上门来 不过这些人和绑匪一样 半夜上门提刀牵马 压着喜来勒师徒俩就上了路 喜来勒师徒不知道究竟是给谁看病 这一路上走得很是心惊胆战 终于到了 喜来勒小声问了问府上的丫鬟 这才知道今夜她的病人正是朝中一品大官李鸿章 如果这样的好事放在普通人身上估计做梦都会笑醒 可是喜来勒却高兴不起来 他愿然拒绝给李鸿章看病 不过这门进的容易出的难 喜来勒刚想离开就被一个武将拦住 武将硬是压着喜来勒来到李鸿章面前 李鸿章看出了喜来勒对自己很抵触 他反问喜来勒为什么不愿意给他看病 喜来勒说自己根本看不了李鸿章的病 可是这样敷衍的说辞根本骗不过精明的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一再追问下 喜来勒只得将自己的想法照持合盘拖出 谁我都可以瞧就是不给您瞧 而这一句话可犯了官场的大忌讳 武将做事就要把喜来勒拉出去咔嚓了 不过关键时刻却被李鸿章制止 李鸿章继续追问其中更深层的原因 喜来勒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向德福要了一个烧饼 然后他又向武将要了一张大清的版图 他用烧饼比作弯弯 用烧饼上的芝麻比作苍州 用这种形象的比喻影射李鸿章是卖国贼 卖国求荣和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弯弯 李鸿章一听这话陷入了沉思 而一旁的武将耐不住性子 再次准备将喜来勒师徒拉出去正法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不过李鸿章再次出手制止了武将 师徒俩和死神第二次擦肩而过 这都是因为喜来勒耿直不做作 说了一句别人不敢说的话 李鸿章安安佩服喜来勒的胆识和见识 最后他不仅免了喜来勒的死罪 还放喜来勒师徒离开了府邸 喜来勒这一战成名 第二天就受到靖王爷的热情招待 靖王爷奉喜来勒为座上宾 而此时大街小巷也传遍了喜来勒教训李鸿章的事情 一时之间喜来勒改头换面成为了 不惧强权为民出气的大英雄